大家早上好,很快呀,今天就已经5月18号了 一个夏季开始了,到夏天了,猴哥这活也忙了 今天呢,猴哥没有去干活,今天去看活 我们干这个活必须得先看 先跟主人谈好价,收好定金,约好哪天干 所以今天猴哥也是歇一天 所以说猴哥今天看一个女猴嫂的一个同学 还有两个客户 有很多人说猴哥沐沙墨景 猴哥使用得感谢这些网友 这些网友对猴哥真的很好 你看前天猴哥去干活那家 在奥克贝有一个猴哥家60公里的地方 猴哥村里给砍过一次处 这回就找猴哥修饭子 修完之后给猴哥买的麦当劳 那个老姐姐,真的人很好 所以说猴哥不是说磨叽 这么人家要值得感恩 为什么给你买吃的 在家那干活没有说给你买吃这一处 你看那个姐姐,如果我们走了 我们两个人,我领着小天我姑呀去的嘛 干完活之后,给我们两个买的 吃的我们俩买的可乐 那是已经第二次让他干活了 就是今天干两次 还有昨天猴哥干活 那个修一个小树 大的电线,猴哥给修修 那是云绍,多伦多做云绍的 叫云绍的做这个视频的小朋友 他找猴哥干活 那个猴哥给摘 那活谁都能干 所以你找猴哥干,就变相地帮助猴哥 真的,所以猴哥在这里要干 人要值得感恩啊 这活找别人干,你一分钱也挣不到的 猴哥可能说了很多次这事 猴哥为什么在感谢这些网友粉丝啊 别人的五十万一百万 咱不一点,猴哥一点都不 猴哥的粉丝比他们的一百万五十万都强 真的很好很好 猴哥我们干这活,因为这夏季正是忙的时候 猴哥因为也没有,没有经长时间跟大伙唠火课了 今天没下事,猴哥跟大伙说话 这是早晨,这是18号的早晨的七点 猴哥因为今天就看几份活 上午就得看三份活 这三份活,跑完就得几百公里去看一看 不一定,如果谈成呢,主人会给你驾驶,给你定心点 所以有些人干活啊,真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干,当然你找猴哥干活 你会很放心的,猴哥干活不会 猴哥别的不会,猴哥干活没得说 这样你放心省心的 不会去,至少你干活你自己看得舒服 人家看得就舒服 你自己你看得不舒服,那活干完不太好了 主人回来不太喜欢 往年的干活啊,主人都是不在家 他们都上班去了 晚上回来,你看你干好了,给钱给你 看你干得不好,找你麻烦,那你第二天就害得来 所以今天猴哥,你看今天遇到很多的好事 前天猴哥给一个姓月的大姐给干点灵活 砍个树,砍个死婴的树 完了猴哥干点活 因为那天猴哥固人要打疫苗 所以那姐说你们先走,猴哥没干嘛 那天猴哥再去手揉底下 你看那个死叔到家以后就很大的麻烦 带回来,很多的这个蚂蚁啊到我们家来了 这蚂蚁啊,它那是蛤死的一个大营树 那个营树,得有比猴哥三个腰那么粗吧 猴哥被砍掉的,就是这个营树 你看,它死了,猴哥带回来 它把这个蚂蚁带到家里了 给猴哥家的树都倒了大洞 就是这个大死树 所以干这活,你一定要知道这活的风险 这活的危险 就这个是英文树,这车里的树 它就带回来了 你看猴哥大伙看啊 这蚂蚁,猴哥拉回来,他就带回来 带回来,把猴哥家的树给倒了洞 完了猴哥昨天用药,用火给烧死 你看,全是死蚂蚁 几百只上千只也多,猴哥就把他处理掉了 所以干这活,你什么活也一定想 如果这些辣椒能有很多钱 所以猴哥有的是卖,有的是给人了 好了,今天猴哥就跟大伙说这些了 猴哥看活去了 大伙都保重身体 不,这几天我听说国内疫情也有复发 大伙都尽量保重身体 哦,猴哥已经打完疫苗了,打完一针了 在八月份的时候再打第二个 好了,今天就说这些了,猴哥看活去了 每个人都保重